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杰安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金刚土石流已知三次113人失踪 大于恐制搜救困难 云南瑞丽报疫情连夜封城 20万人进行核酸检测 拜登独立日演说 暗示美重新开放 面对变种新挑战 英国19号全面解封 强调谨慎对待 要学会与病毒共存 新闻开始 先来关心 台湾新增确诊人数趋缓 但台北市持续有染疫事件传出 新医区湖林街泳城市场周边 成为感染热区 北市府昨天启动湖林专案 希望截断潜在的感染源 截至今天上午7点已经有4395人完成筛检 其中4138人PCR报告出炉 有两人是阳性 另外市长克文哲昨天指出 中正区出现感染热区 将比照湖林专案做社区普筛 今天上午11点副市长办公室以及区公所人员 也前往寻找筛检站地点 台北市三个市场的确诊人数已经来到200人 台北市为了避免北农环南案再次发生 从周一起针对市场摊伤来施打疫苗 各市场自治会也在前一段时间 已经将人员造册上报 而新北一样从周一开始 列定168家市场夜市施打疫苗 估计将会施打2万剂 双北近期都有市场爆发确诊 中央和地方要联手一起来防堵疫情 除了原本的匡列接触者裁剪之外 今天周一开始要来施打疫苗了 双北周一开打市场疫苗 北市府针对超过18000名摊商市场人员造册 从5号开始施打疫苗到11号 并表示会先从中正万华等热区先开始打 下一步再来打其他爆发确诊的市场 新北则是从5号施打到15号 估计施打2万剂 而其他市场的摊商表示 已经接到打疫苗的消息 不过确切什么时候打还不知道 知道啊 他有来通知啊 有说什么时候打吗 他会通知我们 先那个写资料往上 往上那个再集中就往上报这样子啊 有的那很急啦 有的都没有填到啦 就送上去了啦 北农 华南等市场爆出确诊 其他市场生意也受到影响 摊商纷纷表示生意差了很多 对于打疫苗是否能让人潮回流 仍然保守看待 没人 很少 都会来讲啊 都要忍耐啊 打疫苗的话可能就是 比较会有一点的安全啦 嗯 比较好啦 这次有到打的话 人家就觉得出来比较有一个安全感啦 所以你们自己工作还是会担心这样 台北市长柯文哲四号记者会也表示 下周开始将要求传统市场需佩戴口罩和面罩 摊商认为虽然会热但安全最重要 而北市也将针对环南市场停业拟电补偿 更会建立市场摊商停业补偿机制 新长安电视黄亮剪辞新闻 台湾台北报导 今年七月四号是美国建国245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白宫草坪举行庆祝活动 邀请签名疫情期间的必要行业人员 军人家庭参加纪念日派对 拜登在当天的讲话表示 美国疫情正在缓解 经济在复苏 不过仍有变种病毒的问题 他希望有更多美国人去接种COVID-19疫苗 thanks to our heroic vaccine effort we've gained the upper hand against this virus we can live our lives our kids can go back to school our economy is roaring back don't get me wrong COVID-19 has not been vanquished we all know powerful variants have emerged like the delta variant but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these variants is to get vaccinated 拜登在白宫草坪演讲约15分钟 大力鼓吹美国人民接种疫苗 不过讲到激动处忍不住咳嗽了两次 晚上拜登与第一夫人女儿和孙女 在阳台上观看国家广场上的国庆烟火 并未看到拜登儿子韩特的身影 美国独立纪念日245周年 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坤发文写道 真心祝贺美国245岁生日 恭喜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 是美国立国的精神 也是台美两国向来共同坚持的普世价值 他感谢美国致力于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和平 重申台海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 游锡坤还写道 谢谢你们相助我国参与国际组织 增强国家防卫 提供疫苗资源 台湾也会竭尽己利 继续把良善的力量传递给国际社会 美国独立纪念日前一天 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 举行卸任后的第二场造势大会 川普表示 左派和所谓的取消文化 正在摧毁美国的文化遗产 和毁掉人们热爱的美国 而所有保守派人士的使命 就是保护美国的文化遗产 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 这次川普卸任之后的第二场造势活动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集会群众 显示川普仍然人气爆棚 川普表示 很高兴能够与伟大佛州的成千上万 骄傲的美国爱国者在一起 他们坚定的支持着信仰 家庭上帝和我们的国家等理念 而且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对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和强大边境的诉求 就在中共建党百年后 没几天 日前刚在美国IPO的 中国轿车平台滴滴出行 随即遭到中共网络安全审查 并要求在审查期间 必须停止新用户的注册 这也让人不得不想起 蚂蚁金服IPO 无预警被中共喊停的例子 外媒指出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 中共希望遏止网络领导人的权利 但这个现象指出现在 这些公司成为科技巨头之后 中国轿车服务公司 滴滴出行6月30号 在美国上市不到几天 就遭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名义 进行网络安全检查 要求在检查期间 必须停用新用户的注册 但记得 DDRD已经在中国的轿转市场持有约90% 而轿车服务公司 并不是第一次来 看着中国的网络领导人 北京是很努力的 在阻挤中国的最大的网络公司 所以你会问为什么 因为这些网络领导人 中国微博也流传出不少传言声 滴滴出行为了赴美上市 泄露中国用户的数据 随后滴滴出行副总裁 李敏发文澄清 强调用户的数据 都存放在国内伺服器 虽然发文的网友已经删除贴文 但滴滴表示仍会起诉 而滴滴出行这回遭中共盯上 让人不得不想起 蚂蚁金服IPO无欲仅被中共喊停的例子 从蚂蚁金服到滴滴出行等案例 再在凸显在中共强力监管下的中国企业 根本毫无所谓的人权 台湾学者林文成就曾指出 如果不是由中共官方来实质控制 中共是绝对不会允许私人企业壮大 新唐人雅帝电视赵婷宇胡宗翰 整理报道 华为主要供应商之一的日本晶片驱造商 驻有电工 将自由于起在美国纽泽西州的一家工厂 生产用于5G基地台的半导铁 并服务欧洲与美国市场 外界认为驻有电工 正在摆脱对华为的市场一类 高通下半年强势回归台积电 将几下联发科成为台积电下半年 7奈米、6奈米第二大客户 且明年5奈米、4奈米 也会扩大对台积电投片 根据市调机构Counterpoint 统计及预过 联发科去年全球手机晶片市战略 达32% 首度营过高通 但5G手机晶片市战略经15% 与高通仍有明显落差 台湾云宝能源 5号宣布跨足离岸风电 携手上尾新能源 天力离岸风电 永贯能源等 组成第一个由本地精英开发商 与供应链合资的离岸风电 台湾队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4号表示 以和长四轮的日本船中 正容七船达成协议 长四轮预计将在7号获准实力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原本求偿9亿1600万美元 后来又公开将锁偿金额 降到5亿5000万美元 约新台币153亿元 但4号发出的这份声明 并没有透露赔偿金额 新台人野地电视张力报道 美中高层十月有机会会面吗 王毅尴尬回应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Pro One Precision 你想要加薪更多 升迁更快吗 想要增加业绩和销量吗 我是李建豪 我乐于透过教育训练 协助上班族 业务人员和老板 更快更好的达成目标 我准备一场线上研讨会 要和你分享如何自我成长 轻松成交 和企业行销的秘诀 你将学习到世界顶尖 验证有效的方法 赶快去网址 马上学点TW 免费学习吧 来自花莲玉里 东风有机米 纯净无污染的有机稻田 水旱轮座养地利 循环农业友善大地 当季收割 新鲜献年 用心做好每一粒米 大自然开心 您吃得更安心 赋予大地无限的爱 东风有机米 国家住着一位高手 他能瞬间分身成上一个小分子 深入毛孔清洁 他能洗去大量农药残留 他还通过六国专利认证 只要有电就全年无休 而且永无耗财 原来没有味道 才是真正的干净 从此不怕再残留香精了 橘皮环农奈米活水器 一二三快 文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沉浸科技 饭后水果 却来不及消化 台湾酵素村 特选上百种输果食材 助消化 骨胃肠 甜甜喝 甜甜有效 台湾酵素村 香港七一袭警案引发高度关注 但是隔几天 目前已死亡的袭击者和受伤警方之间的关联 和袭击者家人的声音都没有看见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将事件定调为 个人孤狼式本土恐袭事件 用发表煽动杀警言论再拘捕了一男一女 不过有台湾学者表示 恐袭在学界的定义指的是 无差别攻击平民 而这次起警案的背后反映的是 中共国安法造成香港警民矛盾加深 因为毕竟一个个别的行为 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恐怖行为的话 它是有 我觉得是有必须要有某一些的象征 通常我们称为恐怖行为 就是说第一个它有某些目标的 某些意识的 第二个它可能是会相对的人 是有某些组织性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核心的问题 是在香港警察这两年来 透过某些过度的诠释的法律 以提新的法律赋予他的职权 然后去过度有太多太多的法律工具 可以去压抑人民对于意见的表达 台湾学者观察港府定调为恐袭 可能是想要强化他行为的恐怖性 或是施予他更严重的刑罚 学者也表示在国安法下 港警和港民的矛盾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7月1号香港爆发袭警后轻身的事件 袭警者梁建辉是维他奶香港采购部的采购主任 维他奶周五内部通告在网路上传开 指出梁建辉在铜锣湾事件中不幸逝世 公司向他的家人质疑慰问 然而中共网民却发起抵制维他奶 周一维他奶股价下挫 港警事后公布 发现他储存了与反送中运动有关的资料 遗书中则透露不满港区国安法影响市民自由 7月1日港府庆祝特区成立24周年 在所谓香港国安法之下 港府派出重兵部署 决定民众上街游行 在没有民众抗议的过程中 金子金广场举办一场安静的升旗典礼 在香港主要街道 民主派团体试图透过摆设街站 派发传单等方式表达民主诉求 遭到警方截查和围风 至少19人遭到拘捕 香港的街口到处风声鹤唳 大约晚上10点左右 一名50岁的男子在铜锣湾地区突然袭击警员 随后这名男子用刀刺向自己的心脏 造成身体大量流血倒地昏迷 送医后不治 事件发生后 相关消息引发许多网友的愤慨 网路涌现大量支持刺警男子言论 网友说刺伤警察后又刺伤自己 他一边流血一边双手被靠在身后 没有人照顾他的伤口 他一直在流血 香港警方把案件列作意图谋杀 引发网友不满 认为警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香港社交媒体上出现一片哀悼声 许多网民对事件表示痛心 可记得杨家吗 刀客建筑警署 尿到几个警察 你讲他提醒什么 他们反正从运动以来 现在被打压下去 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阵地 一块一块的失去 包括这个苹果日报 也被封杀掉了 被灭掉了 杨家洗警案的起因 源于2007年10月5号晚间 杨家莫名的惨遭上海八名原警 殴打施暴 之后申诉无门 2008年7月1号 杨家到上海市公安局洗警 造成6名警员死亡 4名警员和1名保安受伤 有港民指出 中共政府的港版国安法 就是造成一系列悲惨事故的真正原因 不少港人敢在7月1号 主权移交日前离开香港 甚至有民众因担心走不了 付高额费用 临时改机票 香港民意研究所 副行政总裁钟建华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北京早已不再谈促进和谐 更把温和的民主派 学者和记者等送进牢狱 他质疑北京全面管制权的说法 是准备推翻港人治港的方针 新唐人记者洛雅黄一美周天采访报道 财经消息来看到 台湾IC设计龙头联发科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股东会采用线上举办 对于外界担心手机销售出现杂音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事首度回应 他说5G循环正要开始 公司产品布局多元 看好今年明年的营运展望 联发科股东常会采用线上举办 董事长蔡明介 执行长蔡立行亲自出席 联发科去年美股大赚26.01元 创下历史新高 股东高度关注未来展望 还有逐科染疫事件影响 对这个转型的影响 那我们也预计在这个第三季之后会逐渐恢复 营收我们在法座会有假 会比去年的营收成长40% 研发人人员绝对没有减少的事情 联发科去年研发费用就砸价773亿 今年也将发行新股留住关键优秀人才 产品方面联发科天机5G单晶片 导入多款智慧型手机 新产品5G独立数据晶片 今年也要量产 预告着手次世代WiFi期晶片开发 今年明年整体的展望 也觉得是还都算蛮正面 5G虽然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 那5G这个cycle现在也才开始 对智慧手机这个市场比较有点杂音的 哇那那有时候这个地区性的会有一点 但是今天我的产品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产品销售也是全世界的 对于外界担心 这外星手机销售不佳 董事长蔡明介喊话 公司产品多元 除了手机还有平板物联网 无线通讯 单一地区不好影响不大 随着疫情 比如他也看到说在美国欧洲 疫情比较好 慢慢解放之后 所以在5G这方面可能 包括消费性产品 或者手机 那这些也会pick up 那甚至在这个东南亚印度 甚至非洲 那我们的客户 那中南产品在这个地区 他不要讲5G 他4G也都开始 联发科股东会上通过现金 鼓励配发37元 包括21元的经常性鼓励 还有16元的特别现金鼓励 利多消息激励联发科股价 一度上扬到974元 市值超过1.53兆元 新台币 美国独立日烟火秀 重回纽约 另外美中高层10月会面吗 王毅尴尬回应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 分享给全世界 是耗风存在的价值 耗风生技 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 与新药开发 牛樟之分析认证 更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耗风生技 《红楼梦》里的人物 生病了吃什么 《红楼梦》又一章 sharing Taiwan's precious endemic natural substances with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is the core value and mission of Alps Biotech based at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in Taiwan Alps uses the latest proteomics and natural substance extraction technology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for disease testing analy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AC fungus tested by Alps to cure COVID-19 brings Taiwan to the global stage Alps Biotech 坚持做到最好 台湾酵素村 促进体内环保 天天喝 天天有效 日出综合蔬果发酵液 台湾酵素村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技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欢迎回来 中共外长王毅三号 在一场论坛上 再度发表恫吓台湾的言论 另外被追问 中美高层何时接触 他哼的回了一声说 要看美方诚意 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中共多次隔空喊话 要与美方接触 但美方反应冷淡 7月3号 中共外长王毅 哼哼两声 在这番言论前 他刚结束在北京 一场论坛的演讲 重申习近平在中共 其以党庆日 所说的反对 外部势力的言论 3月阿拉斯加首次高层会谈 中共杨洁篪和王毅 在国际媒体镜头前 战狼演说 震惊美国政洁于国际社会 拜登与日本 韩国 欧盟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印度的盟国领袖 都进行了面对面会晤 而且出席G7峰会 北约峰会 矛头指向中共 拜登甚至与他曾称为杀手的 俄罗斯总统普丁 也举行会面 美国之音6月4号引述消息说 拜登上任后 北京方面一直试图争取实现拜席会 但华盛顿兴趣不大 在美方举行四大峰会结束后 白空国安顾问苏利文 6月17号透露 可能考虑安排拜登与习近平会面或通话 10月份在意大利的G20峰会 或许是个选项 但还没做出最终决定 美国国务院称 这不代表美中关系有突破 先前有消息传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6月29号G20外长会议 将会面王爷 也被布林肯否认 习近平将近18个月没有出国访问 前中共中央党项教授蔡霞 在推特发文说 这半年以来 世界多国领袖互动互访平凡 独独中共领导人 好像被各国遗忘 没有任何国家邀请访问 蔡霞说 中共外交部骂G7国家是小圈子 真相是 全世界这个大圈子 在集体孤立中共 蔡霞6月底发表蜿蜒说 会越美国终结接触政策 并做好准备 因应中共随时跨台 在中共党内将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摆脱中共的这个外壳 我觉得是有可能 中高级官员60到70 完全知道这个世界应该往哪里走 世界大是什么 人类文明的大事实是什么 但是目前这种体制的恐惧 和体制内部的高压 以及严密的监控 他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 一旦是发生某种外力的压力 然后内部的这种 产生一种破裂性的效益的话 那么这些中共的官员 我相信他们会出来 七月以后 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的讲话中声称 任何外部势力妄想欺负中国 将碰的头破血流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 充满敌意 新唐人亚的电视前文部张东旭 整理报道 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封锁 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 纽约重启了一年一度 由梅西百货赞助的烟火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5分钟的烟火秀在纽约曼哈顿的天空绽放 过去几天 梅西百货在纽约东河上 安射了超过6万5千枚的烟火 为这项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亚太电视五间新闻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助的烟火秀 你好 大家好 这是 Chef Enrico Laggi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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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